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台仰,还有加拿大的家产生 各位网友好 还有在澳洲的震BG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请记得订阅了 网上编辑的正向保和晒冷气,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就想和大家讲一讲关于中国疫苗 目前现在在海外世界各地推进的程度是怎样呢 上个星期就已经有100万剂的中国疫苗 运抵柬柬埔寨首都金边 哇,这么多的疫苗抵打得自然 就乘借这个机会拍两张照片,接着就放上Facebook 告诉大家知道,有够了 这幅照片还要是柬埔寨手上的账户贴上去的 那是非常之好的 同时呢,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呢 也都陆陆陆陆陆都有分享过类似的照片出来的 都是来自中国的疫苗,一去到机场 一落货呢,就立刻打卡,摆上网,把照片放上网 上个星期呢,也都有马尼拉,即菲律宾马尼拉 和泰国曼谷,再前一个星期呢 就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上个月呢,就是印尼的瓦加达 各个首都啊,都拍一张照片 跟着放上网,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了,中国的疫苗呢 是持续地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 不过呢,这些都是,就是很多时候啊 赠送的那些都是一些小规模的疫苗来的 同时呢,大单的合同,也都是有迁落的 在2021年的上半年,中国的新冠疫苗 在亚洲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工作里面呢 就的确是,就是可以算得上啊,很快手,大干快上啊 也都因为这样,这个这么高速的疫苗推进呢 是令到部分的西方国家也都特别关注 回他们自己国家的接种速度啊 为什么,为什么人家那些 亚洲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 接种得更快过我的呢 有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就这样质疑回他们的政府啊 为什么人家更快呢 发展中国家比你已发展中国家 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它底下呢,就有一个COVID-19计划 就是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 那,很不幸啦 但靠了COVID-19呢 我相信真的死得人多的 COVID-19就是依赖世界各国 捐赠出来,再由这个COVID-19计划 统一分配 那,一出现同一分配的话呢 就只能够 每个国家就给一点点啦 那,哪里更加需要呢 那,要优先就给那里先啦 那,就算在COVID-19计划底下 中国呢,也都向COVID-19捐出了 数百万剂的疫苗的啦 那,同时呢 中国自己呢,也都向东南亚各国的国家 捐出了相同数量的疫苗 那,在一些已发展的国家啦 甚至乎有疫苗生产的国家啦 那,他们大量团积 的峰会的领导人就全部都宣布啦 在未来一年啊 就会直接分享啊 至少 8.7亿剂的新冠疫苗 那,过去六个月呢 事实上啊 中国就已经是 经常以小批量 那去运出不同的国家啦 目的都是呀 可以在不同的国家的政府 推动底下 的接种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啦 同时 透过这些这样的操作呢 中国 和 这些不同的国家 也都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机会的 那 这些G7峰会 讲就讲到口响响 我相信他们会做的 8.7亿剂 他们是绝对有能力 提供到出来的 那但是那个问题是个时间啊 为什么现在不先运少少出去呢 究竟啊 要统筹多久呢 事实上啊 全球各国啊 都是很需要疫苗的 但是 这些 先进国家 他们会比较专注他们自己国民为先的 希望他们国民 先打完 再射一些疫苗出去 我问个问题就是 如果 你 其他的 这些国家 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 没打的话 但是 你又打完 那个影响都仍 那个风险 其实仍然都是存在的嘛 同时 我觉得这些先进国家 全职大量的疫苗 疫苗就有期限的 那你过了期的话 那不就造成浪费呢 不过我相信呢 他们另一方面呢 除了是考虑回他们本国 他们这些国家的接种的速度之外呢 也都考虑回 那个运输成本 究竟哪个出钱呢 要由发展中国家 找数啊 还是说 由他们这些 以发展国家 出运费呢 因为运费 因为我 疫苗我都捐给你啦 还要我给运费呀 可能有些这样的考虑啦 所以才知道 迟迟都未肯捐出来 不过了 你不做就只能够 现在就只能够靠中国做 中国捐赠的呢 就小批小批量 大量的就以签合同的形式 这两种方法就同步进行 至于印尼呢 印尼这个国家就 几乎100% 依赖中国公司科兴生产的疫苗 去到今时今日了 印尼已经接收了九千八万剂的了 科兴疫苗 当中科兴疫苗的占比呢 就占89% 而柬埔寨 就用了两种 两种疫苗 都是中国制造的 在东南亚来说 柬埔寨的接种 比率 可以说得上 明列前茅 柬埔寨 已经有18% 人口 完成了至少一针的接种 而菲律宾的疫苗接种 虽然 起步就较迟的 但是呢 当地的预计就会增加他们的接种规模 在今个月就会有1,000万剂 记得当初中国是 几快 几果断地实施这个封锁措施 有效地控制他们中国的疫情 然后呢 还对其他国家 提供这个疫苗帮助 中国的疫苗呢 是填补了 东南亚很多国家 这个的空白的 如果呢 没有了中国的疫苗呢 我相信呢 今时今日呢 东南亚呢 还是靠那个COVID的计划呢 真是死得人多 是 就是等你来 别玩了 本来呢 这些东南亚国家呢 都是希望 靠这个的印度生产的阿斯利康 不过很不幸啦 印度的疫情 就打乱了 这一项的供应 还有啦 尼泊尔呢 目前就使用这个的 国药集团 所提供的疫苗 他们就获得 180万剂的 目前他们正在 为60岁以上的人口接种 而当地的 卫生部发言人 鲍德尔就这样说 你批捐赠的疫苗 远远不能满足 拥有3000万人口 的国家是需求的 尼泊尔有达到3000万人口 都不少的 但是虽然 只有一百八十万剂 至少起码可以帮助到 一个阶段的 年龄层的人群 接种先啦 起码可以 争取多些时间先 那么他们也都说了 有啊 总比没有好的 我们收到多少就用多少啦 事实上呢 你180万 相对于3000万人口的话呢 这一部分呢 事实上也都是 真的不够的 那么我相信呢 将来呢 中国也都会 继续混更多过去的 还有啦 斯里兰卡也同意向国药 购买1400万剂的疫苗 孟加拉呢就谈了 1800万剂 都是去 去跟他们买的 那么在大量的输出疫苗的同时啦 就是中国大量输出疫苗的同时 中国的外交活动是都没停的 一月呢就访问了东南亚 三月底四月初 还接待了 在东南亚四位外长 进行了一对一的回谈 那么上个星期呢 东南亚各国的外长 也都去了中国的重庆举行回谈的 疫苗的问题 在会谈里面是重点的谈到的 而四月下旬的时候 王毅就和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的外长 也都举行了一次的视像会议 大家都可以相信可以理解得到 这些工作是很密罗紧固的进行的 而中国一个国家 就不停地向世界各地输出的同时 也都在中国国内的接种速度 每一天都在加快的 也都从侧面可以反映得到 中国的效率是多么惊人呢 就很不幸 本来美国就打得很快的 但是现在已经慢了下来 为什么呢 有一部分人始终都是死牛一变颈 不肯打了 这个其一 其二就是 很奇怪 那些人想的东西 他们总是说一句 等于那些人特立独行 那些东西 我是这样的 那种偏执很奇怪 在今个月 王毅就和一名印尼高级官员的会谈 王毅就说到 哈哈 他这么说啊 王毅 有些发达国家 自己瘦瘦盖上的疫苗 我们中国 就会不停地向发展中国家 展开高速生产的 这位印尼的高级研究员 拜克斯马纳就这么说的 在外交方面 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趋势 如果中国真的致力于 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生产工作 就将会在这些地区所在一个 更加长久的合作关系上 而在近年来 中国也都扩大了 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影响力的 正因为这样 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劇烈 中国同时也都和一些鄰近国家 有一些的领海争端 最主要都是南中国海 在一次的政治研究的报告里面 这份报告调查就访问了 1032名的政策制定者和意见领袖 当中有四分三的受访者 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 已经是最厉害的了 不过这个访问 就有点令人错愕的 为什么呢? 当中这些意见领袖 就认为有六成的受访者 如果要他们选哪一站 你选中国还是美国 当中竟然有六成 仍然还是选择美国的 这个我觉得 中国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多些国家的支持 因为南中国海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问题 除了中国都在做工作之外 美国也是以目前为止 美国和东南亚国家 仍然还是有一个传统优势 不过可见我个人认为 相信将来这种意见 就很可能会改变了 而中国也一直向不同的国家 提供援助、贷款 以及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式 去争夺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 而中国捐赠第一批疫苗 去孟加拉国的前几天 中国的大使 也都和孟加拉当局 就没有参加四方安全对话 事实上孟加拉也没有参加 四方安全对话是什么呢 就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 这四方安全对话唯一的目标 当然就是压制中国 本来印度就是疫苗生产大国 很多国家都认为 印度是可以和对付中国 尤其是捐赠疫苗这个工作 会发挥到一些作用 而且当初的时候 的而且确取得一点成效 因为印度是输出了6600万剂疫苗的 但后来很不幸 印度的疫情就急剧上升 也都因为这样 发货都停止了 预计要去到今年年底 才会恢复他们的疫苗输出 另外 新加坡最有钱 预计西方国家的辉税 将会有少量输出到东南亚的 新加坡自己买了不少辉税 其他国家当然较窮 所以没买到 但是辉税也都预计在下半年 就会向东南亚增加供应 正因为中国的工作 也都推进得非常快速 也都令到很多西方国家 经常指码中国为疫苗外交 老实说 你说 会不会透过疫苗 影响到外交呢 这次的事件的确是影响到的 那这个好的影响 又有什么所谓呢 我个人认为 对西方国家 就当然 就觉得 喂你这样做 你拿些疫苗来搞外交 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呢 我觉得其实 是有点 对不对 那些帮人是帮自己的 但是其实西方国家 就是部分西方国家 是有能力的 有能力生产 有能力输出 但是就是不订出来 不过中共原因呢 主要原因都是在 没有一个集中一个统筹的办法出来 每个国家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盘船 连美国自己都是 不过美国就想自己先打了 那这个是他们的策略 但是如果你帮不了人的时候 你就指码其他人搞疫苗外交 我觉得这一点呢 就是不适合了 就是这样 是很没道理的 不过 美国也都承诺了 将会在下半年 会大量输出疫苗 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全世界 也是有帮助的 连G7峰会 也都说过了 会输出 输出大 上亿计的剂量 那是 我觉得 最好是快点做 就不要 一样东西都要靠中国 支持了 我觉得帮轻一下 都是 对全世界来说 都是好事来的 至于 你说中国搞什么疫苗外交 这些事情呢 根本是不重要的 说到底 人命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次就说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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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